以下的内容了解即可 了解即可 说什么呢 深入熟悉他们看的服务器 这里面熟悉它干什么呢 咱们可以配置一个叫虚拟目录 当然它可以配置虚拟主机 虚拟主机不讲了 虚拟主机也是模拟一下玩一玩而已 后期咱们用真实的 例如的 给它部署了公网上去 那咱们虚拟主机普通了 看里面虚拟目录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说 他们看服务器里面 咱们装那个项目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有可能我这个F团是不是东西越来越多 装满了对不对 我就怎么办呢 我再部署应用的时候 我就不往这里面扔了 我就不往这个外面的机器里面这扔了 我想扔的 我随便找一个排库 这排库是个地方大 我把我应用扔到这里面来 能理我说的意思吗 弄到这来 那么弄到这来 我是不是还得服务器启动来管理那个应用 现在不是一个目的是不是 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 配置什么呢 虚拟目录 那怎么配置呢 看这来 这里面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这个不介意使用 因为得重启服务器 那我也说一下 你们说 首先我这个目录 是不是在地盘下了 这是我 是不是正式入镜了 是不是啊 我把这个应用放到地盘下了 就正式入镜了 那么我需要配置一个什么呢 咱们将来访问的时候 是不是访问这个地址栏访问的 那么这个入镜就叫什么呀 虚拟入镜 能理解吗 那么我通过这个地址栏 如何能找到它呢 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配置一下 怎么配置呢 大家看啊 我这里面有一个contact的标签 是不是啊 里面有个叫pass 有个叫darkbase 我解下两个标签 属性的含义啊 darkbase 等于的就是你的应用的 真实入镜 能理解吗 真实入镜 那么这个pass 就是你 这里面访问的最后的一个名词 能不能理解 你这块可以解 那这是什么访问 你就AAA就完了 能听到吗 这就叫虚拟目录 通过这个虚拟目录 是不是找到真实的 应用的目录了 真的吗 理解 好来 我这个项目啊 这里面地盘里面有 我就不写了 看一下来 这个目录结构 你看这里面是我 z07 这个04啊 app把它打开 这目录结构 是不是跟咱们之前一样啊 那这个 把这个文件打开开一眼 这什么样的东西呢 还是一样成功了啊 哈罗伯的吧 哈罗伯的啊 我改一下 还有这个P是不是 把关掉 那这个样式表里面看 有什么病吗 没有样式的 没有算了 咱们访问他就行了 这样我能访问 是不是说明我地盘下这个应用 和 已经被我他们开始管理了 对不对 那么咱们是不是得配置一下 什么配置 找到这里面来 把它点开 是不是找到咱们 咱们 咱注意这我们说啊 找到康复里面啊 找谁呢 是不是有个生活的点 拆卖了啊 还是他 把它点开 找谁啊 咱们是不是有一个叫 connector 8080 是不是这个感到8081了 是不是啊 这个啊 这是他呀 在这个里面 不是 找下有个耗子 这个是不是咱们装口号 有一个请求过来之后 是不是找到装口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连接啊 这个连接你还要往里面找 可以吗 这里面是有个engine啊 这叫这叫服务器引擎啊 服务器引擎 那么这个结构是这样的 我把这个pqt给你打开 给你解释一下啊 看这个没 大家看啊 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个客户端啊 每一个客户端发生请求之后 是不是找这个卡南克啊 你是不是冒花8080对不对 他都会找这个连接 这个连接干什么呢 他是不是连接咱们这个东西啊 这东西什么呢 里面是有engine啊 这个代表咱们 他们看的服务器里面的引擎 这整个人就是一个车 能识一下吗 这就是发动机引擎 能识一下 引擎啊 这个引擎干什么呢 里面是不是管理这个有个hose的 是不是有多个hose的 一个hose的就是一个什么呀 主机 能识一下 引擎是不是可以管理多个主机呀 能识一下 主机里面是不是有多个什么呀 应用啊 context就指这个虚拟不住应用 那咱们看一下来 看这啊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引擎啊 对不对 引擎这里面咱看 往里面看来 是不是hose的 这个hose的暂时我就有一个啊 你看安静是不是结束了 这个一个hose的就是一个主机 能识一下 这个主机是不是虚拟的呀 是虚拟的啊 它本身就是虚拟主机 看一下里面那不叫hose的 app base 它找谁去了 外边有tks 这个引擎是不是找咱们这个目录去了 看一下目录回退 是不是找它呀 它里面是不是有好多应用啊 它这么找的啊 这么找的 那么这里面说有这么玩 有这么东西 还有这么东西 什么意思是hose的 我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叫 生成挖包部署的 是不是hose的 这里面怎么叫 是不是自动解压 处是不是hose的 自动部署处 处一般 看没看没呗 它自动给你解压了 那我把那个外包删除了 是不是自动它那个应用也就没了 就靠这俩标签呗 就靠这俩标签呗 自动部署是不是hose 自动卸转是不是hose的 行啦同学们 我在这个主 自动指压啊 对自动指压自动部署啊 那么大家看啊 我在hose的里面写了一个标签 写什么呢 是不是context的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叫path pass对不对 我这个名字斜杠 我就叫myapp 行不行啊 这名字是不是学败题呀 那么这里面有个叫什么呀 doc dase 但是当时也别写错了啊 这是不是要找你的 目录正式路径 我是不是放到地盘下了 地盘下 我那个名字叫什么呀 出这个 来 看就c 出这个 这是我当前应用的真实步入 对不对 然后这个真实步入怎么访问呢 我是不是通过浏览器写上它 就映射到它 来保存一下啊 现在叫myapp不记得啊 启动服务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启动啊 关掉 重新启动啊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叫myapp啊 里面是不是有个叫1.rcdm 是不是这个啊 来走 你看这说呀 看到了吧 这就叫配置什么呀 虚拟 虚拟 目录 说虚拟目录 我们配置虚拟目录 目的什么呀 说把这个 应用放到其他盘服务 也能让他们开始管理啊 能理解吧 这是第一种方式 因为它得重新启动服务 所以我们不介意使用这个啊 下面方式怎么做啊 我们这么做你们 新建一个叫myapp.xml 我刚才是不是叫myapp啊 对不对 我就写一个叫myapp.xml 那么这里面写什么东西呢 写的还是这个东西 但是这里面大家看有没有那个pass了 没有了是不是啊 那我访问怎么访问呢 怎么访问呢 我这个名叫什么名 myapp 所以你访问就还是他这玩意的 能理解吗 因为你这个文件名是不是叫他呀 所以默认那个pass就是他 怎么理解 就这么个意思啊 那么我这个文件应该放在哪呢 是不是放在咱们他们看的里面 有一个叫看后里面有开的那 再找里面呢 放在这里面就可以了 来咱们做一做来 看个屏幕啊 我就这么多 右键 这有一个了是吧 上吊标了啊 我这么起来 我接住这个景 可以吧 来右键 我新建一个是不是插吗 插吗 是这个 来感谢名 叫myapp 叫myapp 怎么做啊 c o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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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rx t contact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叫 没有提示啊 doc base b是大姐的你们啊 这个路径是不是还是刚才的路径 地盘下 叫 这个开的那 就是咱们那个 开的那 home 那个 开的那 home 那个路径啊 咱们之前说那个配的困境被量是不是开的那后吗 对不对 找这个啊 来进来 是不是用这号号子的 进来 卡车尾 是不是在那儿了 这就好指的啊 这就好指的啊 有了他之后啊 咱们 这里面是不是可以把它删掉了 对不对 我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用的重启服器啊 咱们说你在这里面配置一下是不是不用重启服器了 那么这样来 我把这先关掉啊 我我 关掉 他从他从打开网页啊 我避免他是不是缓存呢 rg t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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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兄弟们 是不是配着咱们虚拟不住这个 对不对 你这个就知道就行了 玩一玩就玩